學員們分別用排灣 盧凱及華語宣誓 承諾在為期兩週的培訓營中 遵守規範 認真學習 長老教會 三天門教會 舉辦的第25屆原住民族人才培訓營 以感恩禮拜方式開訓 讓孩子們在暑期 在教會 部落與長輩們 一起學習文化 因為平常都沒有在出門 所以我會想要來參加 到教會大部分就是一家人 所以會帶動整個家庭對文化的重視 那這樣親子教育 包含小朋友 青少年 也會在教會這樣的一個文化傳承 培訓營分為國小 青少年 婦女 與兄弟組四組 國小著重歌謠 族語 與族語 戲劇等多元課程 青少年在認識原住民傳統禮書與部落規範 婦女與兄弟組則著重終生代文化傳承 希望趕在部落文化人才逐漸凋零前 承擔文化傳承的使命 培訓營歷時25年 有學員從小學時期開始參與 如今從參與者變成帶領的輔導員 角色轉化的同時 也體認到自己責任加重 帶領學生這樣子去協助老師這樣去瞭解自己的文化 想要再更瞭解一點那個 什麼自己部落的那個文化跟歷史這樣 今年特別與推動民族實驗教育的地謀國小合作 成為學校推動第三學期的概念 今年以增長為主題 讓教育課程在地化 特色化 也讓鋪落文化成為學習主體 建構精緻化 有學習深度 與知識多樣化的傳統知識學習平臺 原始宣傳歌手 屏東三your門 採訪不到